曾经有一位很著名的人说过 世人兮兮嚷嚷皆为利网 其实这句话想想特别对 不过有些人却不是这样 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祖国牺牲放弃民和利 一生甘愿奉献给祖国 有这样一群人在八年前的一天 他们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国家 并且拒绝了美国的挽留 放弃了在别的国家民和利的地位 毅然决然地回到了中国的怀抱 这一群人是八名博士 他们曾经用自己的八年青春 让中国重新写出来了历史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让我们中国成为了世界上 拥有第二大强层上的国家 他们奉献出来的这些青春 别看每个人只走了一小步 但是让我们的国家走了一大步 这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 虽然这八位博士只是哈佛毕业生的普通的几位 但是他们毕业后 如果留在了美国就会得到一栋别墅 并且还会开上一辆价值不菲的车 更不用提他们的工作了 他们在美国的话 名和力都不会缺 我们不能说他们是淡薄名利 只能说他们为了自己的心 为了自己的祖国 所以才放弃了名和力回到了我们中国 当有媒体问到他们为什么会回来 他们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 只说了一句 祖国需要我 其实这一句话就可以抵得上千言万语 也是因为这一句话 他们放弃了在国外的别墅豪车 而且还与诺贝尔讲师之交臂 其实说实话 他们在国内一年的收入 也许抵不上他们在国外 干一个月的收入 但是他们依旧选择了回来 美国的哈佛大学曾经许诺 会向美国政府申请巨额研究基金给他们 只要他们可以为美国出力 但是他们低估了这八位博士爱国的精神 其中这八位博士中的一位女博士曾经说到 在所有回来的留学生中 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八位 如果真的有什么区别的话 那就是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目标也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八位一起回来了 他们还曾经有过约定 那就是一起为振兴中华而打拼 为了让国家扬眉吐息而奋斗 他还说我们没有过多的需求 只想认真踏实的做好自己能做的每一步 他们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平凡人 他们虽然很平凡 但是一直在做着不平凡的事 我们理应向他们致敬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